热闹的鼓声揭开序幕 第69届金商奖颁奖典礼热闹登场 趁着11月1号商人节前 要好好表扬45位得奖者以及得奖代表 每年的11月1号都是三分之一 这三分之一可能有第一 11月就是一期必得 一号就是一定成功 政府与民间合力拼经济 虽然受到欧美景气拖累 导致2015年的GDP不给力 但是团结就是力量 三种期待政府能够建立优质的经商环境 让台商可以创造更多商机 虽然大家觉得不景气 但是都还蛮乐观的 希望今年就是谷底的 明年能够渐渐的付出 当然也希望政府能够要有所作为 今年的商人奖分为四大项 除了经商奖得主的23位之外 也增加了优狼外商 优良老店以及在地生根奖 除了拓展外销 也看见内需的慌慌乱实力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